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上午11点多 爆炸点所在的路口已经封闭 无法进入 警戒线外 围满了惊魂未定的附近居民 和文讯赶来 想要回家看看 我们下午就会在那边了 你去那边吧 就会好不好 我来看着吧 落下了春就能跑 然后我说到底哪 那一条黑人就把那条杀了 那不杀了 都搬着都炸毁了 把我都吓到 吓到我的脑袋里头 那个脑水都散了呀 半天我那个 我那个腿都站不起来 他们说过去看 我说我没有那个心情走了 我都害怕 我们胆子笑 从现场被拖出的被炸车辆 楼梯旁震碎的玻璃 沿郊地标建筑文化大厦掉落的广告牌 即便是无法进入爆炸现场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灾难的痕迹 空的 额的全干涉了 在这往那头上 你看那刀边的额的 在这一车里 你看那 这药也炸了 你看那这 都看我的炸 你看这些炸的 那这都不忘记了吗 我都不能炸钱 这太危险了 那虎娘找着秋黑 这磨雲 这磨雲 跟江府的交通的车 都全停满 全炸碎了 就是一声巨响 到我们吓了一跳 我们以为是怎么回事 以为是气色爆炸的 一看这就开始冒烟 知道吧 我们就像这边来了 一看 那就火就起来了 消防 消防那都全到了 也不知道咋回事 说是蓝气 知道吧 这个爆炸是发生是 不到八点 正好孩子们前进学校了 还没事 这是个好事 知道吧 这个是六小学 第六小学 第六小学 这所小学 纪律爆炸点 直线距离仅300米 现场很多人 都向我们提到 学生通常七点半左右 排队入校 万幸爆炸没有发生在 学生入校前 小学门口 也是当地自发行程的 日结工市场 每天早上四点多 这里就会聚集 上百名工人 爆炸发生时 他们目睹了全过程 想到那小孩 就出去了 有那小孩 从学校就跑出来了 等活的工人告诉我们 爆炸发生了两次 间隔70分钟左右 第二次较小 卫星地图上的这栋四层建筑 就是两次爆炸的地点 第一次爆炸 几乎在一瞬间 就把楼移为平地 爆炸发生时 还不到八点 楼里的商铺 都还没有开门 因此人流不会太多 但从卫星地图上 我们发现了这家 名为东宾的招待所 这里的住客怎么样了 就在我们揪心之时 遇到了一个 自称昨晚就住在酒店的 年轻人 人家就说那边爆炸 我说去哪儿 我说我又不去爆炸那儿 我就去那个大山寺那儿 他说就是那儿 当时我脑子一样瘟瘟的 我说我的东西 什么东西都在里面 包括衣服啊 还是啥东西 啥情况 八点我见不去 我就一直给他打电话 一直打 打不通 别人说别打 故意出车 要不出车早就接电话 他叫郭俊瑞 28岁 他说自己原本在 燕郊的一处工厂打工 爆炸前一天 他因为工作太累辞职 3月13日凌晨12点半 他带着行李从工厂宿舍 搬到了东宾酒店 据他回忆 到达酒店时 前台还有人正在开房 就大概四五楼 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 反正好像还有一个是 看起来像工地干活的 刚开始上了二楼 感觉里面 不知道有一个啥味 然后我就上了三楼 我 换了房间 换了301还是302 老感觉好像不知道有啥味 床鼻的 说不上 然后我就把窗户关了 那个味道会是泄露的燃气吗 你觉得 不知道 说不上啥味 反正很刺鼻的 我还特意给老板说 我说啥味 老板说 我也不知道啥味 就怪我 因啥味 我也闻到了 难以往死了 后来六点的时候 我就出去了 出学的时候 在楼道上好像 能闻到一点 走的时候 所以我旁边好像有一个人 两个人打呼 不知道是一个 还有几个打呼 反正还挺大的 郭俊瑞说 他平时有跑步的习惯 当天早上他跑了10公里 回来时大约7点半 本来准备直接回酒店 这时路上一个拎着东西的老阿姨 突然叫住了他 阿姨说 别看了小伙子 就是你 你过来帮我抬 我拿着奶和什么东西 有点太沉 你帮我送回家 我说你家在哪 我给你送回去吧 就送到那个小区 要不然的话 那我回去的话 是7点30几 快40 你折了就回去了 你等于就是提着这个东西 给他送到家 对 送到家有多远 多长时间 最多不到10分钟吧 我旁边还有那几个 我问林乡人 我说 为了他拼命找我 真是救了你 就是他当时要不找你 对 你可能就回去了 回去你跑到酒店 他没爆炸 你就上楼了 对 我当时还纳闷 结果到那一天说爆炸 我说 爆炸当晚 官方公布 事故造成7人死亡 27人受伤 但并未曝光更多遇难人员信息 酒店中是否有人员伤亡 我们也无从查证 这栋被炸的楼属于小张哥庄村 紧挨着村民居住的小区 这就是我们村开发的一个小区 一共是十七八栋 十七八栋 十七八栋 住的都是老人 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老人 那一栋 烟郊被称为税城 据统计 不少于十万在北京工作的人住在这里 与那些为北京人建起的商品房不同 建于1996年的小张哥庄东区 住户以当地村民和来烟郊定居的外地人为主 距离爆炸现场仅几十米的一号楼 受损严重 爆炸发生后 居民全部转移到楼下 我们跟随一位闻讯赶回家的住户 回家取东西 您看我这几个卧室 后边前面全都没了 没法住了 您看我这门 就是今天这股气流 这是这个洗手间的窗户 已经完全崩出来了 这门也掉了 我们的这个束缸 都跑大门去了 你说多大几 这个地下的玻璃 完了我们这个房子 没有一个 没有一扇 这窗户是在那个窗户槽那儿了 全出来了 没法来 这名住户姓田 爆炸发生时 他已外出工作 家中只有双双 利患癌症的八十多岁的父母 爆炸发生的瞬间 田父恰巧站在客厅里 转身时 被爆炸充击波震飞的窗框和玻璃 拍倒在地上 当时这个窗子 这是从外边崩进来的 我父亲就站在这位置 这个窗子整个拍在我父亲后背上了 把我父亲拍到这个地面上 手插破了 脚插破了 你看这血迹还有 血迹 对 这个一直是我邻居 我邻居背到楼下 这都是我爸他留下的血迹 这是得是拍后背上了 我不知道 如果说我爸面对这玻璃拍在脸上 或者怎么着的 这臭脑啥着地 不定咋样的 爆炸后 田父被邻居送往医院 所幸伤势不重 田先生接到消息后 匆忙赶了回来 这是我母亲平时走道 推着小吃 否刀站不稳 推着不好 对 如果说 如果我先不敢想 如果我母亲要是站在这个封口上 绝对给帮一跟走 明白了 那现在这样 您父亲现在住院去了 那您母亲呢 我母亲 我安排在那个别人房子里 不能在这住 对啊 这房子没法住了 现在下一步怎么办 听着母子办 我们现在我们个人有啥办法 因房屋受损严重 一号楼的居民 纷纷被疏散至马路边等待 得知受损程度相对较轻的二号楼 仍有零星居民尚未离开 下午三点多 我们来到二号楼 探访这里的居民们 经历爆炸后的生活状况 您能带我们到家里边去看一眼吗 可以 您看一看一看 这边住的都是些什么人 都是老人 五六十六七十岁的 爆炸发生时 38岁的许安正在北京工作 上午十一点 他接到父亲的电话 得知家里被爆炸波及 别火速驱车从北京返回家中 这边是更严重一些 窗框也不掉了 屋里的这个推拉门 可听推拉门也坏了 这崩了这个五六米远 后边也坏了 哦 许安是地道的燕郊人 家中有两个孩子 为了养家糊口 他也加入了北漂大军 平日里 他在北京大兴做工程 七十多岁的父母 负责帮助夫妻俩接送孩子上学 爆炸发生的前一天 母亲因病住院 家中仅有父亲一人 我这边这屋归着完了 我正好归着北边这屋 啵呀子这多了 一下子走路到那儿去了 如果说 我跟这屋的话 这一下子的家 这齐浪的咋子 就能卖边去 我说怎么了 我一说好 这那儿都是多了 哪哪儿全碎了 我说怎么回事 地震了 结果我爬这个阳台窗位 我说这一号楼全碎了 可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屋下楼一吵 南边那儿冒烟 呼呼找我冒烟 这好些小网车来了 我刚出去说南边发生爆炸了 我发现我没跟这屋子 我跟这屋子去下 这拨人茶子 这拨人茶子 茶里脑子上 茶脸上也够呛 也不让出去 外边进来也不让进来 全都是几百多公斤 也是警察 这边也是警察 全逛逛 都拉上线了 确实走到跟前很危险 我听说还爆炸了两回是吧 第二次又爆炸一门 下午四点多 两名自称救援现场工作人员的人 打断了我们的采访 并进行劝离 别拍了 别拍了 往往后退 别拍了 但并未采取强制措施 而一直在救援现场 报道的央视记者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公安的力量呢 也正在介入 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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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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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 这段视频在网络上发酵后 中国记协就此事发表题为 正当采访是记者权利的文章 次日 廊坊三河市燕郊爆燃事故处置指挥部 也发文致歉 这一插曲 更加激发了公众 对事故原因的好奇 13日下午5点 我们尝试不带摄影机 进入爆炸现场核心区 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幕 这就够了 这块是够了 这已经7%多了 7%多了 7%多 等于见你们的土壤 现在你们有传策吗 那我们到那边去找个店 那就是量级的变化 你要是开挖什么 有回忆的方式 那现在肯定不能勾机 什么不能开挖 现在只能从那个店 开始来 铁锹 一点点人 一点点把铁锹把这些 三个办法就是 第一找蛋器 第二找更精确的 这个鸭降仪压力表 拿蛋器来顶 把煤器从那儿能顶 因为现在所有的煤器都在这儿 255往上出卖了 现在还能出卖 已经出卖了 从现场工作人员的交谈中 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出 爆炸事故为地下燃气管道泄漏导致 此后 事故调查专家组组长刘富来 也在接受采访时 确认了这点 但导致泄漏的原因 还在调查 但对此 小帐庄的村民们 有着他们的猜测 是那个地铁施工 他们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 就是每天噪音特别大 我们的楼都快让他们给震塌了 每天就把我们影响的都不行不行了 我们真是没办法 为什么这个地铁 这个出风口 非得见到我们的楼前面 是不是 夜里十点快了 九点四十九 白天上不上班不管你 反正夜里肯定是不让你睡觉 这就是地铁 22号线施工现场上 我们维权这么长时间 那哪都不管 给我们造成现在 这就是楼现在快塌了 你看看 这可是沉重的地方 看看 这裂的这口子 看看 看看 看看多是 哇天 十公分 看看 十公分 地铁的出风口 不休在这 不可能出现今天的问题 就他们满打挖到处挖 把这管道挖漏了 这泄漏了 才今天 才引起今天爆炸 2023年11月 地铁22号线 在距离小张国庄东区1号楼 10几米左右的位置施工 小区居民们多次表达担忧和不满 这次爆炸也将这一矛盾升级 但地铁相关负责人接受吉木新闻采访时明确表示 爆燃以地铁施工无关 最终泄漏原因还需等待专家调查 此次爆燃是燕郊过去三年发生的第三起燃气爆炸事故 2022年5月16日 燕郊行工东街道23小区15号楼 一户住户发生燃气爆炸事故 现场两人受伤 同年6月 燕郊镇浮城上街底伤 发生液化气罐爆炸 共造成22人伤亡 其中两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爆炸当日 泰达燃气发布公告 燕郊共有50个小区和单位 从3月13日开始停气 小张国庄东区也是停气小区之一 当天下午 街道人员告知居民 管道里可能有残存燃气 安全起见 希望二号楼的居民也能离开楼梯 但在单元楼里 我们还是见到了几户不愿离开的老人 前楼跟拉斗十几楼 四点多钟我就上班了 我要是如果不上班的话 我肯定我也得受伤 睡觉啊 那脸就对的 床上全是玻璃草子 得砸你 我四点多钟我就走了 我家床带是当晚 包包就冷了 连床带都冷了 从那个阳台那个冲击波一直 震到那边什么 那边就碎了 然后从那边不就震到 震到这儿了 从阳台一直震到这边 对 从阳台一直震到这边 这边这两个锅里都碎了 好像就出事完了这个 就里头那锅里都崩到这个 你踩这个位置了 这得有个六七米 差不多 差不多吧 六七米 差不多 这威力挺大 第一时间你觉得这是出什么事了 当时有没有什么 当时就以为地震了 就行地震了 他以为是地震了 没行就爆了 完了我们家老头拿着裤子衣服 上外穿着 到外跑了 本身上不来气 哎呀妈呀 我上班再给我打电话 快点回来就上气 上气不接下气 哎呀妈呀 我说这是咋的呢 我赶紧去 我就请假回去 您今年是多大了 我六十三 六十三 老爷子是多大了 七十 现在都是不知道要怎么办 但是您晚上也没打算说 就是找个酒店之类的 不许来 他老西养他老咖的 不行 主要是考虑到老人的那个身体重 是 没法整 比如说现在即便给安排了那个住所 也不方便搬过去 对 我现在家里边都是放着养品 然后药物也都不够 我老伴血压高 而且药现在不方便 下楼都费劲 先做的手术 那他这还没办法马上到那个 就是安置的地点去 现在的话还很发愁 但占时间长还长不了 那要不咱扶着先出来 就这边如果还有危险的话 看看情况再说吧 老伴今年多大了 六十八 六十八 您是有七十了 嗯 差不多 三月十三日晚 在政府部门的安排下 小张和庄村部分群众被安置在距离小区 两公里外的酒店暂住 虽然住宿问题暂时得以解决 但他们仍在担心生活该如何继续 我小孙女八岁 刚八岁上二年级 然后小孙子刚两岁半 我一个人带 黑人班都是我一个人带 因为儿子媳妇都上班 你想想在这住的话 我接送孩子我怎么弄啊 我没法弄 我真的没法弄 小孙子太小啊 我平时我都推着车子 推着孙子去送孙女 接送孙女 现在我这么老远 我推 我得推多长时间到那儿啊 今天我就接孙女回来 然后走的 小孙女跟我说 奶奶我腿都碎了 我腿都碎了 因为那儿也拦着那儿拦着 哪儿都过不去嘛 太困难了 就是有点 其实我平时挺胸抬头的 今天我都 我自己我都觉得都直不起来了 有家不能回 你说我拽两孩子来了 在四楼 拽两孩子来了 太难太难了 然后说话 一号 我八十八岁老妈 又给我班了 我怎么弄 我爸我妈也弄这儿了呀 我妈八十八了 我还有八十六岁的婆婆 我们家就是 我们俩退休这点工资 姑娘还得带她这个孩子 姑娘自己单身 带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由我 我给带 反正是压力是挺大 这份以后房子怎么弄 我还不知道呢 目前我们这个地区的均价 不分楼层的均价 大概在一万六七这个样子吧 单价一平米 所以我们这个楼 现在您就贬值一半 现在说出售 又有谁会接盘呢 虽然现在我这房子最初也是贷款买了嘛 然后贷款还清了 还清了 结果爆炸了 房子歪了 而且楼现在偏了 那赔房 你现在在这 那赔房子 你现在这楼 这你们弄清房了 你现在从这 你看差多少工夫 从这开始 从这阳台开始 往里边倾斜了 哦 是 这楼现在都歪的 这楼都歪了 那这很危险啊 带口吧 那个楼清晰更严重 一号的 因身体不变 许安的父亲和楼里几位 上了年纪的老人 仍然选择住在破碎的房屋中 是吗 也得断了 上午就断了 这跑哪买的这饭了 在我们家附近那边 离这儿有多远啊 有一公里 一公里左右的位置 那边不受影响 家里也没气了 烟焦应该大范围断气了 哦 是 烟焦应该大范围断气了 他给说啥了吗 来了几个 那是城管还是警察啊 就说统计损失 到这儿我给他拿了纸 刚统计完 刚统计意见 然后又来了信说不统计了 先解决住宿和吃的问题 我问咱们去不去 我问爸爸说不去 就在家里先凑合着 那屋先封着 那能凑合几天 那就等着呗 摩窝 吃的时候大人摩窝也接受不了 上咱们间去 拔也不去 就是怕下雨就不要 现在万一又下雨 刮大风 那谁也接受不了 那往里也不下雨 大风的这屋里就没法待 那得降温了 而且现在很暖还得冷一个月 我看这窗户 也不可能那么快给你装 快不了 那还得从长期一样 这事看最快也得半个月 一个月才能解决 嗯 我估计是吧 希望政府尽快呗 这些老小孩住的 都是岁数大的人 要年轻人的话 自己出去就解决了 搬出去 或者是找个第二天租房 岁数大的人 都不能落窝 这边是雪盘 你给我盘 这边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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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碰格 我们会用家 것을开 现在这楼 香叶 seven 行 白霜 呆了 来 出来 我 Learn 这个楼 様有 bin 宛 用术 这没准比窗满眼 我们在这儿 交两个